世界各地的天灾瓶传 其实也应验了佛法说的 朔博世间是由沉住坏空 世界天灾瓶传是大自然演化的过程 正应验了佛教沉住坏空的道理 需要所有众生一起承担 最近世界瓶传灾难 尤其是雨水患难成灾 那么极力气候 我认为这是大自然演化的过程 当然我们会说 这是众生供业所成 那么既然是供业 那就我们要一起承担 倒不是说谁谁谁 做了什么坏事 所谓承受这样子的夜报 我想诸法万物沉住坏空 佛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我们 我们所处的贤结是属于坏结 也就是说这未来啊 未来整个地球的大环境 只会越来越糟糕 不会越来越好 世界有沉住坏空 人有生老病史 人的心念有深住易灭 外在的一切境界是生灭成坏 皆由心念的深住易灭所招感 内心与外境息息相关 体会一切无常的道理 有助于开阔心胸 面对周遭的人事物 放下人我是非烦恼 积极创造姻缘 把握每个当下 及时行善 广集辅惠资良 史方新闻 黄慧如黄凯杰 台南采访报道